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情追踪 我是王李仲燕 2016年起 政府大力推动长照2.0计划 以在地老化为核心精神 政策主轴是以社区及居家为主 居服员人数也因此迅速增长 2016年仅仅9523人 截至2023年11月为止 人数已经成长近5万人 成长超过5倍 相较于过去长照1.0 居服员的收入采取是实数制 长照2.0则是以马别制 论见记筹 马别制当初设立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统一标准 确保服务品质 但实际执行起来 却使得服务受到制约 决定来说 长辈申请的马别是BA13陪同外出 一次服务时间是30分钟 但假如外头天气太冷或是太热 长辈想提早回家 居服员都算违规 沦为申报不时 究竟马别制对长照产生哪些影响 又该如何改善 但您深入了解 声声呼唤 却换不回母亲的一句回应 这是杨天恩 二三十年来 与母亲相处的日常 厚厚一叠的药带 各种症状药物 似乎怎么翻 都翻不到尽头 八十六岁的老母亲多年前生病过床 加上罹患心脏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等的慢性疾病 生活急区全靠儿子一个人打理 为了照顾母亲 杨天恩二十四小时随时随时待命 就连洗个澡 睡个觉 都提心吊胆 一夜难眠 为了照顾母亲 她甚至辞掉工作 花光 毕生积蓄 如果我去工作 我洗洗就要久了 你送到机构 送到机构 机构更贵 你要请外老 一个月 最最最最起码 包括吃的 也是要三万多 有好吗 有 有 有 眼角下沉重的黑眼圈 使她多年来 没日没夜 照顾母亲的印记 贴心的替妈妈擦擦乳液 换来的 却是母亲 那永远摸不透的 暴躁情绪 会发红 真的真的有时候 真的会 头脑 脑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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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会 真的真的 将你说的 会爆炸 不是假的 幸好 长造2.0的资源进驻 须浮员走进家中 让家属有机会 稍稍喘息 阿嬷来 你也去 过来 我们来翻身拍背 阿嬷 这一切大了 修浮员的服务与陪伴 不仅让长者获得更专业完善的照顾 也舒缓了家属长期的压力与辛劳 妈 灵魂 这样 这样 来 喝这了 喝这了 主要去照顾的话 因为他也有情绪 反而抹杀会更大 修浮员进来的时候 就可以趋缓他们这个关系 我们就做一个中间的 小两个协助的角色 目前长照2.0服务对象 主要分成四大类 包括65岁以上的失能长者 55岁以上的失能原住民 50岁以上的失智者 以及身心障碍者 全国服务需求人数 尚看83万人 伟伟你可以拿雨伞吗 你可以自己拿吗 伟伟会拿雨伞啊 打破过往 长照只能够照顾老人的刻板印象 长照2.0扩大纳入49岁以下的 失能身心障碍者 今年国三的伟伟 就是长照2.0的受贿者 平时父母亲要上班 四点半放学回家之后 到六点半这段时间 都会交由居服员陪伴照顾 那去交流服务推车车 好 喜欢推车车 陪同外出采买 也是长照2.0的服务一环 相较于过去长照1.0 采取时数制 长照2.0采取的则是马别制 像是伟伟申请的 就是BA13陪同外出 每一个马别代表一种照顾服务 B马和C马属于照顾及专业服务 B马则是交通接送服务 E马和F马是辅具 以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 G马则是喘息服务 马别就是它是做服务的一个依据 那另外它就是 也是我们费用申报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你做多少马次数多少 那你就会申报到多少费用 维维现在要下雨了 你还要去公园吗 要去公园吗 不要 那我们等一下回去 大厅看手机好不好 采访当天刚好碰上了汗流来袭 甚至下起了毛毛细雨 顶着低温 要居服员和韦韦在外头吹冷风 留她两个小时着实艰辛 但是进不了家门的原因 除了父母亲还没下班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当初申请的 长照服务马别 就是陪同外出 陪同外出 她一定要走出她家的门 她去哪里都可以 那一旦是今天她不走出去 她都要在家里面 那就是算陪伴 就明知道说她不响 天气也不行 但是我为了这个制度 为了不伪造文书 为了整个公司的结案 不要因为这样的状况 而被祭奠 所以我只能够 也算是办去鼓舞这个对象 请你帮我完成这个项目 居服员说得好无奈 其实马别志设立最初的目的 就是为了统一服务标准 确保品质 但实际执行起来 却沦为按表操课 做多做少都算违规 但其实遇到突发状况 也并非完全不能调整 当现场个案有额外需求 居服员必须通报居服都导 都导除了要电话与按加确认之外 也必须通报一个管 经过二次电话确认之后 才会执行计划移动 经过照会回报再实际执行 光是计划移动 就得历经层层关卡 行政流程繁琐 恐将对低线服务产生影响 快的话可能一到两天之内 就可以完成 那如果是刚好他没空 那你就麻烦了 可能三五天都有可能 就算他打电话去处理完了 那他还要等那个造砖 再审核 审核完了之后 再回来他还要造会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 他造会了这个码别 我们才可以执行 每一个码别 都有着对应给付的价格 为了管控整体资源 避免被滥用 马别志将服务内容分门别类 逐一细分列举 以洗澡为例 就分为BA01基本身体清洁 以及BA07协助沐浴洗头 字面上看起来是大同小异 但解释内容说明才发现 其实是床上擦枣 以及沐浴洗澡的差异 洗澡测好不好 你帮我摸摸看 烫不烫 烫不烫 可以 那我们先擦脸脸 马别设计与核定 讲求公平统一 但实际执行起来 却困难重重 甚至无法满足 个案当下的真正需求 第一线的居服员陷入两难 他今天明明就想擦枣 但是你不能帮我擦 我今天头昏 我不能洗澡 你硬要帮我洗 那我们不洗 不洗没关系 我用擦的 擦的你说你也不能做 对两难 尽管已经层层把关 但马别致仍然出现漏洞 像是BA13陪同外出 每次就是限时30分钟 但反观BA07协助沐浴洗头 却完全没有时常限制 起初不想让居服员 因为时间压力而影响服务品质 但没想到 如今却让部分居服员 投机取巧 以量换取报酬 无形中牺牲的 则是长照使用者的权益 因为我们有一些马别 事实上没有时长 所以现在就有一些少数的 就是那种造服员 他就是专门冲洗澡大队 就是他可能专门接洗澡 那洗完就走 洗完就走 可能有时候都没有20分钟 15分钟 他其实就把它做完 他就到下一家去 那他的收入就会比较高 马别智的争议还不止如此 我们现在在帮那个老人家 做那个供一晚餐的东西 然后我们等一下要送便当 来到位在台中和平区的双旗部落 工作人员忙着备餐 有感和平区地处偏远 交通不便 部落家庭购买食材不易 柏拉罕共生照顾劳动合作社 以代送服务的理念出发 发展出了公益晚餐的模式 替部落弱势长辈 同意备餐 再交由照服员送餐 一个人独具的朱伯伯 患有慢性疾病又需要洗肾 平日晚餐却仰赖屈服员的送餐服务 好 今天是咪哦 对啊 好 来来来 吃吃 这点热脆 这是你今天去洗身的 对吧 那你洗后有人洗身吗 会洗身 洗四点前骨 还没酒喝喝 没酒 闲话家常 开开玩笑 除了送餐 居服员更重要的任务 就是关怀陪伴 只不过 这样温馨美好的公益晚餐 代送服务 看似符合BA16代购 代理以及代送服务 但实际申请却无法被核定 政府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 BA16代送服务 他长辈又有额度 他说要有收钱的才可以送 我说他如果这样 那我就跟长辈收一块钱都可以 这不需要这样嘛 就是很荒谬 如果单纯是送餐的话 我们本来就是不在我们的几支付 可是有一个叫做行动不变的 那个经济弱势的餐食的服务 就营养餐饮服务 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给付 那可以走内支计划 那那个部分运用的不会运用造服员 因为那个人力成本太高 那个是要结合志愿服务人员 马别制的争议层出不穷 政策立法利益良善 但种种限制以及规范之下 却使得长照第一现场被马别制约 专家建议将马别制改为包裹制 或许能够回归服务弹性 落实以人为本的精神 包裹制它基本上是论人计筹 我们刚刚马别制是论件计筹 就做多少项就支付多少 就是它会有一个弹性的运用 那这个弹性运用的决策权 是长照单位跟家属跟个案 自己来决定 我们要做到以人为本的长照服务 才有可能 眼看长照2.0计划即将到期 眼前一个个个案 不再是社会中的少数 而是未来的多数 它们有可能是你我最爱的家人 甚至是未来的自己 如何打破现行冷冰冰的条文与规范 才能让长照服务 回归人性与温度 感谢观看